行政會議成員兼工聯會會長鄭耀堂 表示支持盡快通過逮捕機制重案 就算13日下星期三政府強行立法 工聯會的立場都不會變 但他建議政府可以延遲立法 多聽取市民的意見 但最終必須盡快通過草案 既然有時間給到一個諮詢的時候 他爭取最快的時間去作一個諮詢 最後最快的時間作一個立法 去堵塞這個流動 達至一個兩全其美的效果 他又認為如果議員因為誓誓 造成議席出決 應該和逮捕機制分開處理 香港福民電視記者雄音報導 再次會在公處的地方 妻底 感谢观看